大家好,我是韩国游泡米达 在韩国有很多艺人都会说中文 有的拍过电视剧和电影 他们在中文上下足了功夫 而且一直活跃于中国粉丝的视野里 在YouTube上 有一些视频是汉语老师 专门比照这些艺人的中文水平 但我觉得吧 比照这个词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对艺人来讲 表演、唱歌、跳舞 才是他们的主页 而中文的外语顶多是另一门手艺 但同时好多韩国人也很好奇 到底中国朋友是如何看待 这些韩国艺人的语言程度呢 所以我今天特意准备了 剧剧代表性的四位韩国艺人的中文视频 首先是语能 语能就是少年时代的大核心了 2016年在中国拍过 《武神赵子龙》 《剧烈饰演笑话亲衣》 这个青春亮丽的角色 宣传该一剧的时候 他完全不用翻译 直接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他去年拍完Exit之后 一年都处于休息和调整的状态 这段时间 他通过了HSKK中级的汉语口语水平考试 在自己的SNS上也晒出了考试的结果 云儿对中文可是认真的 有的艺人呢 可能为了跟中国粉丝打个招呼 仅仅学一两句 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云儿一直把学中文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这点真的难能可贵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云儿的流利的中文吧 腾讯娱乐的网友 大家好我是云儿 这是我的第一次粉丝见面会 所以我很期待 跟我的粉丝们一起度过了很幸福的时光 因为以前我在中国拍了这个中国电视剧 所以有机会 所以我开粉丝见面会 但是我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我的粉丝们给我 他们做的我的视频 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看的时候 我最感动了 下一位就是腾术文贤素元 他在SXX公设计时空这部电影里 首次让人们认识到了这位演员的存在 他一直打性感牌 2008年他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问他第二天能否来中国参加活动 他明白自己是临时被邀请到的 但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去中国参加了两国文化交流活动 当时腾术文刚好发行了自己的瑜伽DVD 所以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 为了宣传自己 给中国相关人员赠送了DVD 这样跟中国结下了缘分 以后好多活动向他涌现出来 他在中国拍过不少电视剧 他说第一次学习中文的时候 每天都去club 好多男人都要他的电话号吧 他第二天就能收到无数个短信 然后用电子词点一个词一个词的学习 如此坚持三个月后 他基本能听懂简单的内容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贤素音的琉璃的中文吧 有吃吗 哪个 这个是全部吃的吗 吃的用的都有啊 我都买了 喝的没买 对喝的没买 这个什么呀 这个 这个什么 吃的呀 不是这个 这个是吃的呀 这个是那什么 这个 第三位就是黄志烈 黄志烈真的是梦想成真的最好例子了 他长达十年里一直默默无闻 做着歌唱老师等职业 但是他参加了看见地的声音 这个节目后 用他浑浑的声音唱了苦海 长相和实力 兼备着他 一炮走红 之后他参加了不休的名曲 也在中国我是歌手里频频亮相 人气一下子爆红了 但是好多韩国人都觉得这是个奇迹呀 在节目里唱了改变自己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等中国歌曲 甚至参加过快乐大宝宁等大牌综艺节目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志烈流利的中文吧 第四位就是出家人求此谢了 他真的是大器完成的典型人物了 我小时候听过出家人三个字 但当时他只是个小角色 还不是大明星 他最近在韩国并有名的原因 应该是在中国积累的人气 以及在同传异梦等 韩国综艺节目里的亮相吧 他说呢 刚开始去中国的时候特别珍惜 每一次的机会 所以两年的时间内呢 切断了关于韩国的一切 什么韩国电视剧电脑啊 新闻啊 电话呀 只要让自己分心的 他通通都不接触 而且他为了表演好一个角色 把40本的脚本 通通都背下来 他说自己不是什么韩流明星 因为一般韩流明星是在韩国一部作品 大火之后 在中国接着活动 但是自己是以新人的身份 挑战的中国市场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家的琉璃中文吧 看到了他们精彩的表现 奶奶那边 奶奶上 你看我走了 奶奶二楼 那边那边 我觉得他 因为超市不是家 就是不是不认识的地方 然后那个外婆 也走了 所以他可能有点害怕 但是越来越很厉害 全身的出汗了 看到了他们精彩的表现 我就想起了一句俗话 忌妥不哑声 可人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